沙漠之音是1980年由MRR发布第一部狩猎手枪,原型枪则在1981年完成,而最终定型则是在以色列军事工业公司。 第一把具有完成功能的0.357口径的手枪办事后,成为了收藏家和枪械爱好者疯狂追熟的对象。 在输多使用短后座行程或气体反冲式机构的手枪之中,沙漠之音的设计极为不同,它的B左式枪机与M1热突击步枪系列的步枪十分相似,气动的优点在于它能够使用比传统手枪分力更大的子弹, 这使得沙漠之音系列手枪能和使用麦格农子弹的左轮手枪相媲美。 枪管固定于枪管座上,在键枪口处和堂式下方跟枪身连接。 由于枪管在设计时并不会移动,理论上有助于设计的准确度,因枪管围固定式,并在顶部有瞄准镜安装导轨,使用者可自行加装瞄准设备。 套筒两侧均有保险机柄,枪只可左右手操作,由自行握把整体制造,以一堂防销固定,通常为组胶制成,但也可请厂商定做。 为能进一步降低后坐立,采用两根平行的附近框,瓦斯导管位于枪框内约一厘米处,导管在连接瓦斯钢管,活塞则位于滑套前缘。 当滑套装入枪伸两侧附近导导时,活塞位置正好在瓦斯钢管内。 子弹一经激发后,高压瓦斯马上就进入瓦斯通道,借由瓦斯导管导引至枪口的前方。 之后,在被导引往下并往后,直接推动固定在滑套上的活塞。 滑套后退区会连带着将强机向后移动,并退弹进入开场状态。 在滑套往后移动时,一会将机吹牙下撑带发状态。 之后,收副剑皇的弹力去使,滑套前行,并将弹侠内子弹顶入枪膛后,强机旋转成闭锁状态。 如果没子弹时,滑套只会固定在后绑,等换上新弹侠后一拇指下压,滑套会立刻将子弹催入枪膛。 这由枪机下突领的设计,整个枪机会旋转一解除闭锁,然后完成抛壳,上膛,并且重新旋转闭锁的动作。 也因此设计,如果将滑套固定在后续,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外枪管和枪神间的空间内,会有疑惑塞暴露的外。 沙漠之鹰的多边形枪管是精灯而成,标准枪为6英寸长,152,4毫米。 另外也有10英寸254毫米的长枪管供选用,由于枪管是固定的,并在顶部是有瞄准镜安装导轨,因此可以方便地加上个位瞄准镜。 套筒两侧均有保险机柄,左右手操作,在小时大牌式的,不同口径型号道弹容量不同,握把适应橡胶制成,但在马格兰公司,也可特别定制其他的握把。 这种大口径手枪最初是用来打宝和狩猎的,它的射程在100米以上,另有传闻有人使用家常枪管,击倒了200米外的米露。 现在它被作为狩猎手枪销售,在射击时所产生的高噪音,导致郡,警方拒绝太勇,又因沙漠之鹰习惯穿力强,甚至能穿透镜紙割墙。 因此,沙漠之鹰目前仅少量的用于竞技,狩猎。 不对,沙漠之鹰手枪的力极大世界公认,但其没有被作为军用手枪来裂装。 原因有三。 一。其枪重一把口径11.43毫米。 另。 45英寸的沙漠之鹰空枪就重达2000克,一个战士本身非要背负极重的其他装备,所以沙漠之鹰还是破重了。 二。其后坐力,曾有试枪源牺牲到,只有体重达到80千克的人,才能正常使用它,可想而知其后坐力之大。 三。结构复杂,可靠性低,无法适应复杂恶劣的战场环境。 沙漠之鹰飙漾的外形,不是任何人都能控制的发射力量,这是任何小巧玲珑的战斗手枪所不能替代的。 这种特点使他受到好莱坞的注意。 沙漠之鹰就是好莱坞的宠儿。 国内的电影观众印象最深刻的,恐怕是阿诺德是马兴格的电影幻影英雄。 Last Action, Hero 里面那个,一边驾驶敞篷车,一边单手用沙漠之鹰,将带涂宅的落花流水的形象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帮我贴近留言XYZ或去更多相关资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